播讲唐醋马蹄酥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加QQ群 2395-62036 2395-62036 帝国皇帝为了取萧天耀的命 也是下了血板 今天与萧天耀对战的三位超武上 皆是帝国能排得上名号的高手 其中有一人更是皇室招揽的超武圣中最强的 东文萧王此次再劫难逃 看到这三位超武圣 七大世家的人纷纷摇头面露担忧 世间有才之人千千万万 从来没有一个像东文萧王这般傲 他这是活该 有人惋惜自然也就有人不屑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超武圣 真不明白他在狂什么 今天过后 我看他还有什么好得意的 言论从来都不是一面倒 有人轻视萧天耀 自然也有人看好他 你们哪 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你看 东文萧王来帝国这么久 他可曾吃过亏 不曾对吧 他一个小国王爷 在咱们帝国半点亏也不曾吃过 大皇子和花家更是对他礼遇有加 你们真以为他是什么小白兔吗 这位东文萧王怕是不简单的 你们且看吧 今天咱们帝国的人能拿下他还好 要是拿不下那就是礼遇月龙门 日后成龙成凤就不是我们帝国能制衡的了 你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不过是一个小国王爷 就算是超武圣又如何 每年死的超武圣也不少 超武圣是人不是神 是人就会死 超武圣也不例外 你们且看着吧 那人也不多言 说了这么几句就闭嘴了 指了指中央的擂台 示意众人用眼睛看 看东文的萧王到底是真厉害 还是假厉害 以一敌三 且三人与自己实力相当 这需要勇气 更需要胆色 显然 萧婷耀不仅有勇气 也有胆色 面对三位超武圣的威压 萧婷耀面色从容 神情不变 随手抽出腰间的长软剑 便站在擂台中央一动不动 明显没有主动出手的打算 先下手围墙 尤其是擂台之战 先出一招 毫无疑问 就会占据主攻的优势 三位超武圣没有出手 就是把主动出手的机会给萧婷耀 可是 萧婷耀却不稀罕 他根本没有主动出手的打算 好狂妄的小子 超武圣的脾气都不太好 就算他们本身脾气很好 被人揍了几年 脾气也见长了 见萧婷耀不将他们三人放在眼里 三位超武圣顿时怒了 顾不得风度 更顾不得底下有几百人在看 三人同时出手 分别从正面 左面 右面 三方攻击 啥 三人的身形移动 速度极快 观战的人什么都看不清 只见到一道道残影 好快呀 只是惊叹一声 就见刚扑上去的三人 又再次退回了原位 速度之快 就好像不曾开战 可是 萧婷耀手中正在滴血的剑 告诉众人 他们不仅打了 还剑血了 天呐 这就是超武圣之间的对战吗 我们根本连看都看不清啊 速度太快了 快到别说普通人 就是普通的武圣也看不清 能清楚地看到四人交战情况的 只有武圣山的三位长老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呀 三位长老看霸连点头 眼中皆是满意的神色 这是 东文萧王站的上方 在场的人 确实看不清 可他们有眼色 乌生山的人 明显是站在萧金耀那边 看样子是 虽不想承认 但事实摆在眼前 萧金耀仍旧站在原地 没有动 那三位超武圣 却是早已变化了位置 没有让众人等太久 擂台上的三人 没有给萧金耀喘息的时间 又再次攻上来 这一次 比先前更快 更迅猛 杀气更强 有那么一瞬间 站在擂台下的人 都感觉自己要死了 天哪 这就是超武圣之间的对决 太强了 众人惊呼 看着擂台上 站成一团的四人 眼也不眨 可是 他们就是把眼睛瞪得再大 也看不清 他们在打什么 那四人的速度太快了 快得让人什么也看不清 只能感觉擂台上 紧张的气氛 哄 不知是谁出手 擂台被炸了个巨坑 烟沉将四人笼罩 这下 就是五圣山的超武圣 也看不清场中四人交战的情况了 哄 又是一声巨响 擂台再次被打出一个巨坑 可奇怪的是 所有的碎石都飞不到擂台外 只在擂台中央旋转 然后变成粉末 天哪 这就是超武圣对力量的掌控 太可怕了 场下的少年 一个个双眼睁大 眼露崇拜 少年人都崇拜强者 场中四人 无疑是强者中的强者 尤其是萧天耀 年纪和他们不相上下 实力 却是他们望尘莫及的 简直是 人比人气死人 武圣也能做到 这并不算什么 有见识广博的人出言解惑 可死时 却没有人理会他们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财上的四人 有紧张 也有期待 林秋九也不例外 他虽然对萧天耀 是有十足的信心 也知道萧天耀身上 还带着作弊的黑石 可还是很担心 为了不让人 发现黑石的力量 萧天耀只大了小小一块 力量小不爽 短时间内还不会起笑 打得这么激烈 这么勇猛 萧天耀不知要吃多少亏 可这会儿 再担心也没有用 战斗已经开始了 四位超五胜之间的对战 不是普通人可以插手的 他们除了在下面 焦急的等待外 什么也做不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四人早已没有站在擂台上 此时 他们四人正在半空中 打得火热 四人的速度 依旧快如闪电 不过看了这么久 多少也能看出一点门的 红衣是炎武上 你看他又动了 灰衣的是中武上 他好像受伤了 蓝衣的是长武上 还在东文萧王的右侧 打了这么久 东文萧王似乎一直不曾动过 好像是啊 我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他似乎一直不曾动过 一直都站在原地防守 没有主动出招 是的 四人交手至今 已过了近一个时辰 可萧天耀 却一直不曾主动出手 他一直站在原地 任由三人进攻 只一位防守 完全没有进攻的意思 让众人实在弄不明白 他到底要做什么 他在这一段时间